我常常说自己呢 是一个一直没有变过的文学青年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读小说 有时候喜欢自己偷偷摸摸地写一点 我在我的初中高中一直到毕业之后会投稿 我得说呢我的成功几率比较低 2002年的4月3号的那个下午 玩我的电脑一起 我在这个游戏中是一个武士 然后每天呢就是非常卖力地去砍各种各样的甲虫 然后砍着砍着 脑袋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这有什么意思 很多事情你不能经不起这一问 所以这么一问以后就觉得确实真是没意思 然后后来去一个DBS 去论坛场 然后发现一些小说 写当代都市生活 我看了一会儿就有这个感觉 这玩意儿我也在写 然后就开始开了一个头 开始写虚构的一个故事 那个小说呢后来起名字叫《成都基业请将我遗忘》 那么这个作品呢其实也很受欢迎 到现在为止呢也是我最畅销的作品 那么这个就让我觉得 我以后可以换种活法了 我以前在公司里打工 每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看起来像个乡镇干部似 真的以后呢我想我可以不打领带了 我可以活得更自由一些了 这样我就辞了职 专职写作 最近的一本书是叫《进城武汉传来的声音》 2020年1月23日来自北京到的命令 然后武汉就瞬间封锁 这座人口呢有1100万人口 然后瞬间变成了一座不能离开 不能随便出入的一个大监狱 我一直想做一个在现场的作家 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我想我就应该在现场 我要去调查 去采访 去找到那些被强迫失声的人 发不出声音来的人 我要找到他们 让他们讲出他们的故事 然后我就踏上了 去往武汉的车程 在整整六个小时的车程中 我那截车相追我一个人 到了武汉之后呢我就提着我相当要下车 那个列车员就在门口 他看看你要下去啊 我是 他说现在武汉很危险啊 我说我知道 当了这么多年作家写了这么多故事 我有时候自诩呢 觉得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但在武汉期间 因为我能接触到的是 人世间最为严重的事情 就是死亡和分离 我不止一次听到 这些死亡死难者家属 在我面前呢痛哭失声 有丈夫挨到妻子的 妻子挨到丈夫的 母亲怀念女儿的 子女怀念父母的 这样的哭声呢真是催人了一下 在我到达武汉差不多一个月之后 我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 这个电话问我 哎 你去武汉干嘛 我说我也不干嘛 我就是来看看 那对面那个男人就在讲 哦 看看 那好啊 你注意啊 你可不要感染了 感染了那可就麻烦了 有中国生活经验的人呢 就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我们叫国宝 其实就是秘密警察 跟我说这一通话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不足为奇 像这两个朋友正常的问候 但事实上呢 我能感受到那种非常深切的 非常严重的威胁之意呢 他接着在告诉我 你注意了哈 你在什么地方 你在做些什么 我们都知道 你小心点 但是我已经积累了 上百万字的采访材料了 那这个是让我最担心的 我想 如果在这里呢 一旦真正他们 把我逮起来 那我就相当于 这个工作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我想不行 我得赶紧走 就这样呢 我从武汉出发 然后没有赶紧进去北京 我想北京这个地方 有太多的秘密警察 太多的眼睛盯着 他们不会允许我 顺顺利利的把这本书写完 就这样呢 我辗转的去了河滨山 躲在群山之中 用了八个月的时间 写完了这本书 没写完一张 然后就传给我 在奥大利亚的朋友 然后把它删掉 等到完全写完之后 我电脑上就放了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边 我的电脑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我在洗澡的时候 都把它放得更好 特别的紧张 然后等到我把最后一张传完 让真是如释重负 长出一口气 但是我就告诉我的一位朋友 我就说 你记下我这句话 未来不管出了什么事情 这本书都必须按时出版 我是2021年离开中国 其实它也是因为这本书 但是呢 这本书就要出版了 在出版之前呢 出版社的人呢 特别担心我的安危 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书出版之后 你在中国呢 一定会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 所以呢 你必须离开 他们再三催出我离开 但在那个时候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离开 就不确定有没有被边控 所以呢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就带了一个箱子 离开中国 把剩下的我47年来所积攒的 所创建的一切 全部泡在身后 然后出来以后我才发现 世界真的变得更宽了 当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说世界 其实我指的是中国 当我现在 在美国也好 在澳洲也好 我说世界 那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的 整个世界 在我身边的人 那就是除了中国以外 自然而是中国以外 在美国也好 即使你说